郭文貴議員 主席 蘇院長 張內閣團隊 本宴各位同仁大家好 本席今天再次要再次呼籲 全民百頁要建立共識 讓台灣的觀光產業能夠再升級 台灣拼觀光不能只是土土模模 必須要先洗臉再化妝 才能夠撤離的美麗 我們政府在民國89年 宣誓打造觀光大國 在104年又推動觀光大國的行動方案 可惜我們的成效非常的令人難過 在全國經濟體上141個經濟體 在旅遊業的發展我們只進步了一名 這相較我們亞洲其他臨近的國家 我們真是無語焊言 所以本席在這裡 要呼籲我們大家一起來重視 觀光產業的發展 根據自由經濟論壇指出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 觀光業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產業 特別是亞洲地區已經成為全國最活躍的一個旅遊熱點 以估計來講大概一年可以成長8%的一個經濟成長率 那整個很久的經濟成長率目前來講是2.3% 如果這樣相較起來 觀光的發展確實是我們要能夠去突破的一個重要產業 台灣的經濟產值如果這樣推估的話 我們六年將可以突破造眼的大關 這個比起我們發展其他高科技的產業 需要很多的門檻 需要耗時很多觀光產業 似乎是我們目前發展台灣經濟的一個最好的機會 那但是呢我們台灣的光光的這個組織呢 層級、預算以及這個法規呢 仍然停留在20年前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架構組織跟預算能力之下呢 無法有效來推動 所以競爭力當然低落 所以本習在這裡呢 呼籲朝野共同支持 第一個 中央光光主管機關應該升格 並且加以大力的作為執行小英總統 從新觀光政策來負責 來積極推動開放天空港附 國際免簽的開門 以及前台不同觀光圈的特色的一個旗艦級的規劃 讓台灣更具有競爭力 畢竟我們鄰國都要搶這個觀光客 台灣咧 怎麼可以這個不積極的作為 第二點 我們應該積極來奠定一個 2025年的一個目標 達到1.2兆的一個產業目標 來努力 我想這個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全民百業來建立共識呢 提升我們發展觀光產業的一個方向來努力 以上的建議 謝謝陳委員 現在請柯委員 請問 請問